以来股价涨幅超过了四成 早上我们还没有正式营业的时候 就有一位先生买了46万 黄金价格涨涨涨 金融市场风险高 全球资金急着找出口 今年以来不止推升金价 大涨28% 白银飙涨48% 现在就连中国国酒 也成为投资新标的 俄罗斯总统普丁都喜欢的 贵州茅台 公司股价在7月创下历史新高 突破300元人民币 上市15年市值增加45倍 让中国公募基金也强着投资 从已公布的二季度数据来看 公募基金经理们配置最多的 还是白酒 银行 黄金等周期性 防御性较强的板块 最受基金欢迎的股票是贵州茅台 持有基金数量为252只 根据市场分析 中国知名白酒制造商 贵州茅台 今年以来股价涨幅达到40% 和台湾股王大力光相比 虽然幅度涨输 但值低率的表现则相当亮眼 加上茅台酒在中国销售业绩稳定 今年第一季销售额 就比去年同期大增17% 让中国券商推估 在极度宽松的福利率时代 贵州茅台的长期收益 已经可以媲美国债